八斗子要局前 八點就有民眾來排隊 但這次不是買口罩 要買快篩 排了一個小時 終於買到快篩季 一盒五百元 裡面有五劑 採單雙號分流購買 週日則不限制 但每人一張卡只能買一盒 要買就要重新排隊 還好啦 因為一次有五劑 一盒有五劑還好 會不會擔心說這個 馬上就賣完 因為今天只有七幾次 怎麼說昨天 對啊 所以等會來排 小朋友還有外在小朋友 我總共要買七盒 啊怎麼辦 但是照要事講的沒有錯 是公平的 每一個人都要 每一次的一盒 那你現在只買一盒 還有六盒怎麼辦 還有六盒我要再排隊 有家長幫正在居隔中的孩子購買 也有外國人跑來排隊 啊買得到嗎 現在買得到 啊之前買得到嗎 沒有啊 指揮中心所宣布的疫情 其實還沒有到達最高峰 那基本上大家在排 怕染疫的情況下 而且又怕居隔的情況下 基本上大家都是做好防疫措施 所以說 就是其實真的 一個一個家一個人買 一包 然後如果小孩子多的話 其實真的是不太夠用啦 當然就是其實 剛剛看外面的民眾排隊 其實也很早就來排隊了 有時候人容滿長的 就代表說民眾其實對這個東西 還是很有恐慌的 還是希望能夠趕快 盡快補足快菜劑這樣子 不過藥局七點多 測試系統還正常 卻在將近九點時候出現了檔機 後一兩天應該是不夠的吧 對啊 因為大家都需求 就是預購的需求這樣子 對 大家都在詢問啊 因為其實民眾對於 一次只能一張卡喔 對 民眾對於購買的規則 還是不剩情緒 重複消費的機會其實是不大啦 那比如說以我們包豆子這邊 藥局這麼多的話 基本上人數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其實人數他是可以消化的掉 那但是政府一開始 你給的數量其實不足 那再來你又規定說 大家一次只能一卡 所以其實變成很多民眾 可能他又重複去排隊 那造成整個浪費整個 整個大家的時間跟成本 那如果 如果說今天快三他不是必須 而且 而且就是說 其實用試駕還是買得到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也不需要去限制說 一人一卡 那大家買完 因為他這個月就不能買了 所以其實也會減少藥局的困擾 不然藥局一整個早上 可能他光78分 他就花掉他很多的時間 那他就不用做其他的事情 還好系統陸續恢復正常 只是外頭排隊人潮 能做的就是繼續等 藥局民眾都希望快30名字上路 貨源能夠更充足 讓民眾都買得到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